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倒觉得总得想折 这个话题在哪找 这事不让聊 咱们可以聊聊人 聊聊特别是聊聊人说的话 所以我现在觉得有些人他在某个场合说一段话 挺值得聊聊 你比如说李安 对吧 最近在台湾 我觉得李安谦虚谨慎一辈子 最近可能也终于觉得自己是不是过往太压抑了 也得展露一下真我是吧 于是呢 我觉得就有点这个 一个是脚踢北海苍龙 拳打南山猛虎 先说了说台湾的电视 不怎么样 说你们这个没出息 整天的这个 当然李安讲的很柔和 整天阿玛阿狗的这个新闻 但是呢 很多人也注意到 他委婉的呀 也评点了一下大陆电影 所以你看我给他讲这个原话 他说的挺有意思 他说 大陆的这个电影啊 至今还没有很好的片子 就是说这么大的市场里应该产生的好作品 现在呢 还没有产生 目前只是有卖座的作品 而观众的品位还需要慢慢培养 我说你看那谦虚简单一辈子 这一下子大陆导演 大陆观众各烧带了一句 然后呢 特别是他讲啊 就说大陆最大的优势啊 是市场好 可以跟好莱坞抗衡 市场可以抗衡 最近也有很多卖座电影 这是好事情 甚至他认为啊 大陆的电影工业 已经基本上形成 但是他的观点就是说啊 至今还没有很好的这个片子 哎 这个事儿 你像有人我看在跟帖里就给他这个叫板 就是说那个什么 霸王别记 那不是大陆的好片子吗 什么叫好片子啊 给李安叫板 甚至我还看见一个网友就说 说什么李安 说那个李安 你那个电影 你拿过什么奖啊 是吧 我们这儿拿过金宗旅奖 拿过什么什么奖 后来旁边那人跟帖 这个人是什么山沟里出来的 跟他罗列 说李安得过这个奖 这个奖这个奖啊 不过我想要搞清楚他讲这个大陆没出过好片子是什么意思 我也没太听得懂 因为他指的市场上成功的那种大片 没出过好片子呢 还说艺术成就呢 因为在我看来其实80年代到现在从第五代一直到现在 其实大陆还是出过很多很不错的好电影的 就你单从艺术作品的角度来讲 还是出过很好的作品 不可能说没有好片子 他可能指的是我觉得是近些年 就是你这个大陆的市场啊 大陆电影工业 就蓬勃起来之后 出具规模了 已经像这个工业了 而且你看这个票房 那天我就在说 不能这么比的 说是比如说啊 谁的票房超 比如说这个鬼子来了超过了唐山大地震了 画皮2超过了鬼子来了 然后什么太炯啊 又超过了谁谁谁了 你不能这么比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啊 中国片电影总的票房在增加 电影这个这个屏幕数啊 也在增多 他是现在电影是好啊 照香港人讲话 这是捞钱的好机会啊 都去看电影 最近几部片子一下子票房这么高 他们分析说是跟这个工业有关系 跟这个荧幕增加 正好一大批的影院落成 对对对 所以呢你你你回过头来 你要跟那个霸王别姬啊 阳光灿烂日子 那个时候比票房的话 那是不公平的 对不对 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厉害 那八十年代真的是有一批很好的电影 中国的那时候好的 可惜的就是过去的二十年 这些好片子就就断了 这个是很可惜的 我想李安大概也是这个意思 九十年代也很有 我觉得到现在 其实还有很多独立一点的导演 我觉得作品也都还不错 但是问题就在于 他们好像不一定像王小帅的作品 那就不一定是主流市场上面 对 很能够就是达到这样的一个票房规模的这种商业电影 反过来现在的主流商业电影呢 我觉得问题在哪 就是你觉得很奇怪 就是好像以前我们整体上 当我们市场没那么好的时候 做电影不是一门那么大的买卖的时候 总体上讲市场上的好电影比较多 当这个市场变得这么大之后 总体上讲我们好电影变得比较少 而且更奇怪的是同一批导演 以前拍的片子大家都会有期待 都会 你比如说当年张艺谋 大家会很期待 哎呀他接下来会拍什么 现在大家对他也很期待 在携带怎么骂他是吧 没没没 怎么会变成这样 最近他们把张艺谋的电影 这个重新名字读了一下 发现真是有深意 比方从旁观的角度看呢 大红灯笼高高挂挂 是从父亲的角度看呢 是一个也不能少 从小孩的角度看呢 是我的父亲母亲 从媒体的角度看呢 是三枪拍案经纪 从女人的角度看呢 是满城近带黄金奖 结果有人再跟上来了 他说从男人的角度看呢 这才叫活着 最后回到那个叫什么 就是法朗斯说过一句话 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秩序传 这是名字的演绎 不过你这还真是说了 我现在就想啊 有些事情啊 有时候你反过来 开玩笑 不是这个开玩笑也可以说 就是有些事情啊 你反过来思维一下 反向思维一下 经常会得到一个 一些新的开解 比方说啊 张艺谋这个事情 万炮其轰 对吧 我就想这种事挺有意思 你看啊 大家都是千夫所指 那么千夫所指 我要反着思考一下 好比说假如啊 张艺谋呢 从来就是个童男 没有过性生活 对吧 假如这样的时候 大家会不会对他千夫所指呢 不会 对吗 大家会可怜他 会同情他 那么很显然 在我们的心目中 对吧 前者呢 实际是好事 某种意义上的 就是享福的事 是享受 只不过 你的这个享受 是不是公平 是吧 是不是公正 是另一件事 但是至少 这是享受吗 比如你听我说吧 所以我要跟你讲的 就是这道理 讲公平 不是 对全民族 对全国人民 公平我理解 但是享受 带保留 我就说的就是这意思 又比如说 当年你看我们说陈冠希 显然 大家都在骂他 你骂他 如果陈冠希是个童男 说陈冠希一辈子坚守这个 就没干过这事 大家不会骂他 不会说陈冠希 你太不像话了 你怎么一个女人都没搞过呢 你不会这么骂他 为什么 因为你 大家骂陈冠希吗 我不知道 我觉得大家都在骂 那个泄露 那个资料的那个人吧 没有没有没有 有多少是骂陈冠希 那人生不在 N个空间里 我就说 这个反向思考很有意思 就是说 很显然 你骂这个人 总是因为这个人 他干了个享受的事 对吗 你觉得是好处 是福利 但是是 就是活着 我跟你说 我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 我非常佩服 王蒙先生 王蒙老师 对吧 因为什么呢 他有一次跟我说这个话 让我 就是很敬佩 就是这个人 我们知道 王蒙和他的 已经故事的妻子 这俩人的夫妻感情 你觉得在圈里 是出了名的 是出了名的 这真是相如 相如以沫 就是夫妻感情好 不光是从一而终 而且这种夫妻感情是好 都是大家有名的 可是你看这样一个人 我有时候老跟他开玩笑 我说您这个生活作风 好是吧 每当这个时候 你看他会说一句话 他说这个话就很有意思 他说 我运气好 他说不能说明 别人搞婚外恋 或者别人出现了 这些方面的现象 情人这个现象 在这说 不能说明 我就比别人更道德 他不是这个意思 他说 我运气好 我找着了 我找着了这样一个老婆 我在他身上 得到了我全部的满足 那么有些人 他可能没有我这种幸运 于是乎 有些人结了婚 又离婚了 或者有些人甚至是 结了婚 婚姻发生了问题 又出现了婚外恋的 这种现象 你知道吗 他就 所以这个智慧老人 他启发我 有的时候 你反过来思考这个问题 就是 你有好几个女人的那种男人 你以为他真幸福吗 你为什么认为 这是个享福的事啊 其实是很可怜的 小孩一多负担重 他活的那叫一个 你叫大家都去同情 陈冠希 这个大众不答应 很难 所以反过来想狠的事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你看一讲张艺谋就搂不住 咱们还是讲电影 咱们真正应该关心的 不是个人生活 而是电影 是吗 电影 我就说李安 这次 他的一个艺术观 也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觉得也是很值得学习 有意思 所以 他的意思是讲 刚才他讲大陆 这些年 他觉得没有什么好作品 然后他就提到一点 他觉得有一些大陆导演 比较自恋 比较自恋 于是有如下的一段话 反映了他对艺术的一种看法 我们可以看一看 他说 当导演拍电影 不是想表达我们自己最重要 不是说我有一个什么东西 你一定要看 假如你把自己放那么重要 就是自我而不是艺术 在我看来 艺术是浑然天成的东西 是一呼百应的东西 不是孤方自赏的 他这个画有点意思 因为我最近跟一些画家学习 我就发现也有这个感觉 你觉得有的人画画 就讲究 我要等激情来了 我的生命力旺盛的时候 我就涂抹 就跟弗洛伊德那套 本能 可是你知道就是说 人们在这种艺术里看到的 就是我我我我我 你吗 你你你你 甚至有些作家 他你可能这么写 是啊 我我我闭着眼睛瞎写 我脑子里出现什么念头 我给他大奶子大奶子大奶子 我给你写一百个大奶子 这是我的艺术 现代艺术很多人搞这个 可是这里面有个问题 就是你孤方自赏 诶 凭什么大家要看你啊 如果这个你和大家心中的那个你啊 找不到一个共鸣或者对位的关系 那么艺术确实是个人的表达吧 但是这个个人的表达 好像不能仅仅是你个人某个 我觉得这个东西啊 我们很容易误解 就是李安这个话 或者一般讲艺术 其实这个说法很常见 中国自古以来的诗 谈诗的时候 那个美学界也有这样的观念 这个这个叫观嘛 什么要观呢 就是说并不是说我艺术 要不然就是看艺术家个人表达 要不就是要趋向大众口味 讲的不是这个 讲的是什么呢 而是说一个艺术家在创作的时候 他到底应该等那一刻激情来了 或者自己想的东西最强烈 最有满足感的时候 去把它做出来 按照那个样子做出来呢 还是说他要能够跳出去 比如说hold住一阵子 或者说冷一冷 或者跳出来 以一个第三者的角度 回头看自己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呢 那他就永远被绑在自己的 这个范畴里面 理论上讲艺术都应该是一个 让我们离开自己熟悉世界的一个杜舟 它是一个让我们能够跳出自己 原有这个身体的一个通道 它应该能够让这个艺术家 在创作的时候 感觉自己已经逼近到一个极限 不再是原来这个自己了 那么在那个状态底下 他会回头看到自己的状态 所以那个时候作品应该会比较好一点 英国文学史上很有名的 我们过去用一个简单的说法 叫积极浪漫主义 消极浪漫主义 其实那个概念不准确 但是分类是有意思的 所谓积极浪漫主义 就是讲拜伦雪莱他们 那他们就是那种热情的 登高一呼的 但是呢 后来对世界文学史影响更大的是 瓦斯瓦斯啊 科尔律志啊 那瓦斯瓦斯 他最有名的一句话 就是诗是什么 诗是冷却下来的热情 就说那是热情 但是冷却下来的热情 所以回到这个 刚才那个他那句话 我觉得 我不怕得罪人 我觉得如果他用来 善意的提醒姜文 我觉得是有一点道理的 但是如果是讲在 冯小刚跟张一谋身上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张一谋跟冯小刚 不是太自我 而是在有些时候 不是讲他们最好的片子 在有些他们比较 不那么好的片子 他们太缺少执照自我 而姜文呢 是的确是 我们刚才不是开玩笑 讲张一谋什么什么吗 其实我心里啊 是觉得 讲回真的一句话 生活管生活 作为导演 张一谋是一流的 我一点都不认为张一谋的 导演的天分比李安差 是吗 对 我绝对不认为张一谋 在李安之下 正因为如此 我才觉得张一谋 没有沿着洪高粱 跟秋菊打官司 跟我的父亲母亲 这条路子 一直往下拍下去 后来张一谋 就被一些东西 就是说 比方说 我觉得一些东西 就包括李安的 沃虎长龙的成功啊 就使得他们也去拍一些 跟港资合作的 英雄啊 这些大片 后来包括三腔啊什么 我觉得那些都是 不是张一谋的代表作 我记得张一谋 有过一次访谈 我忘了谁访问他 问他说 你最想做的什么事情 张一谋还是说 我想拍部文革的电影 活着吗 不算 不算 活着 对 活着是一个 首先第一个 他太依靠了 这个于华的小说 而且他是跨度比较长 他不是一个专写文革 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 我敢负责任 在我讲 当然我的责任 也没有那么重了 我是觉得张一谋 是 是 绝对不比李安差的 一个导演 从艺术天分来讲 我不知道 是不是这样 但是我想说的是 我至少同意一点 就我觉得 今天中国导演 这几个最大的 大牌导演 我觉得让人觉得 可惜 或者同情的地方 在于 好像这几年 他们拍片 是在完成任务 对 这个任务 被某种环境的制约 是国家任务 不是说真的是 国家派人来叫他拍什么 而且你感觉 整个国家情况大事 到了这程度 大家知道 他该拍个什么 他就拍什么 比如说冲澳 然后这几年 一天到晚就讲 谁要去冲澳冲澳 对不对 然后市场 然后周边的环境的压迫 于是他们都在 为任务拍片 那所以你会有 有好几部 他们拍的电影 你会开始模糊掉 忘记那个是谁拍的 你们这个感觉 你开始搞不清楚 那是张艺谋吗 那还陈凯克 还是谁 所以这个点 让人觉得很可惜 而另一方面 我觉得我 这也反映出 我们整个市场环境 李爱说很好 其实没有 他讲的那么好 对 我们的市场环境 其实有太多 不可预测的东西 太多的政治导向 你连外国电影来 也搞不定 对不对 最近那个 Quentin Tarantino 那个电影不是 来了中国 好像上了一天 然后就下来 然后最近又上 有裸系 然后有些这个 全世界都已经搞懵了 就是这个 到底中国电影 是什么市场 怎么回事 而且懵不懵啊 你还有一个问题 我老觉得 就跟咱们那天说 中国人连个处女模 到底有没有 也搞不清楚一样 就说 中国电影的这种繁荣 你有个最基本的呀 就像我们电视台说 收视率一样 最基本的数据造假呀 这个电影票房的数据 是不是真的 你都不是很清楚 那么一切的讨论 从何而生呢 包括这种 你看他们好像有这个照片 你看这照片 是什么照片 你看出来没有 偷票房啊 这偷票房 你看明明买的是 建党伟业吧 他给是给你放这个武侠 这个偷了的票房 进了谁那儿了 你又弄不明白了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想起来就是 你刚刚说的这种 我们的市场 怎么样不断的被扭曲 有何的政策 很奇怪的东西 人为繁荣 我又想起来 我最近又听说了一个 人为繁荣的事 把我逗的 就是说有这么 反正这么一个地方 一个一个管出版的 一个一个干部和官员吧 把一些出版社的人都叫去 说这个就发现啊 过去这么多年 我们中国现在出版市场 不是也很风波吗 每年出很多书吗 那这书你会发现 很多都是翻译 是外国作品 那你要知道 这就表示什么意思呢 就可能我们国家呢 跟外国出现了一个差距 就书的出版 可能我们卖出一本 中文书的版权 那这个书可能翻成英文 翻成德文 翻成日文 我们每卖出一本 可能我们就买进几十本 你了解我 我在讲的这个意思 文化进出口的不平衡 文化进出口 就我们进口的 外国出版的书太多了 我们出口的中国 自己的作品太少了 贸易逆差 对有这个逆差在 然后呢 就反正有这么一个概部 他就觉得这不行 所以我们今天是大国崛起 中国梦来了 对不对 要有文化软实力 要输出我们国家的价值观 跟弘扬中华文化 于是下令这些出版社 你们今年必须做到 就是这个比例要缩短到 好像我没记住的话 最夸张的是一比一 那怎么做呢 每进一本外国的翻译 就要逼他们 翻译一个咱们的东西 然后大家都懵了 就是怎么做得到 后来呢 有个方法 其实很简单 很容易做 做法就是这样 就是比如说 你是个美国出版社 我是个中国出版社 你卖给我什么 达芬奇密吗 我都买了 然后就是这样吧 哥们 咱关系就那么好 我这本 梁文道德书 你就要了吧 然后你也不用真要 不用 不花你钱 钱我还 我给你 你给我开个单子 要发票吗 要发票 要发票 都这么搞 然后最后的任务 全部顺利完成 我们阮实力的这个输出 又跨上一个台阶 你知道刚才那些假票 是什么道理 就是电影院 明明放了多少场 然后他就改成别的片 那么这部畅销的片子 就不用跟制片方分成 本来不是 比方说大家赚的钱分成吗 比方说那我 这样的话 影院方就吞了他的利益 其实这样的改写 说明我们的票房 总值被低估了 是 我们现在已经世界第二位了 超过日本了 这个说明我们的形势 真的非常好 不过 进出口方面 真不乐观 你到太久了 到美国院县区方 票房多少 知道吗 不知道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贯文明启示度